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可能接触到病毒的这样的一些人 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反应 一种他有足够的自身的抵抗能力 他自身把病毒就清掉了 很多人在问我 这个药有效吧 那个药有效吧 实际上最有效的药物是什么 你知道吗 最有效的药物是人的免疫力 是的 答案就是免疫力 免疫力是经大自然亿万年不断进化而来 是我们生存繁衍直至今日的保护屏障 它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保护我们的呢 让我们看一段动画 经过数千万年的演化 人体发展出一套精密的防御机制 来对抗绝大部分的入侵者 最外层的是皮膜屏障 皮肤能够挡下绝大部分的病原体 而在皮肤没有覆盖的地方 像是鼻腔 口腔等粘膜组织 则会分泌粘液 包括有害的污染物 透过鲜毛摆动 加上强大的气流 将是咳嗽 就是一种将病原与污染物 送出体外的方法 视中性白血球 吞噬细胞的一种 是前线的士兵 数量多 生命周期短 反应速度快 擅长人海战术 自杀攻击 巨噬细胞 吞噬细胞的一种 是巨大的重兵器 攻击力强 还可存活长达数年 擅长以一挡板 当病原体入侵 被感染的细胞 会发出求救讯号 引发发炎反应 让血流量增加 将更多的白血球 送到前线 最先抵达的是 视中性白血球 阻止战线蔓延 当淋巴球接触到抗原 也就是病原体 表面的蛋白质特征时 就会启动专一性免疫 几天之后 杀兽T细胞 会锁定被感染的细胞 分泌独门武器 穿孔蛋白 来消灭目标 而B细胞 则会针对病原体的弱点 研发尖端武器 也就是抗体 抗体能让病原体 失去致病力 更能够清楚地标示敌人 让吞噬细胞锁定目标 为我们打赢这场生存之战 是的 现在令人揪心的肺炎 其实也是病毒和机体免疫状态 博弈的结果 所以我们说 疫情之下 免疫至上 免疫力 正是这场战役背后的 无声英雄 人类的历史从来不缺智者 早在1962年 安徽猛城偏僻尊庄的一位赤脚医生 就前瞻性地指出 现代医学中 人类过度依赖和滥用化学药物 抗生素 而忽略了人体自身的免疫力 随着抗药性和耐药性的上升 超级病菌必将出现 人类终将无药可用 他就是平衡医学的创始人 人体细胞潜能激活剂的发明人 王又三 他将免疫力 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说 原始本无一 传宗亿万年 原始状态的医学 完全是靠调动人体 自身力量来抗病 体现出一种自我救治的方法论 实践证明 人类机体本身存在着 可以对抗一切疾病的天然防卫系统 对于一切疾患 人体完全有能力自我救治 自我修复 若人类没有免疫力 人体将无法抵御内外界的细菌和病毒 人类只有毁灭 这并不是危言所听 在网友三制作的 人类机体内环境损害 白血球卫兵降低 关系到人类毁灭推算表里显示 若继续这样下去 三千年后 人体天然卫兵 白细胞将下降为零 意味着人体内没有免疫力了 人类就在地球上消失了 在大自然面前 人类应有所为 有所不为 王佑三先生说 现代物质文明 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在给人丰富享受的同时 也给人带来了众多疾病和痛苦 现代物质文明的作用与副作用 犹如一种母与子的关系 它已给人类脖子上套上的脚索 而且是越挣扎 就越可能套得紧 也许人类需要重新思考 世界的秩序 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现在回过头来看 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 肺炎疫情的蔓延 何尝不是对王佑三先生 预言的印证 不是我们人类作茧自负的结果呢 没有人类作茧自负的结果 没有人类作茧自负的结果